有一些人说了 卢台长我要求真的不高啊 我什么都放下了 我现在唯一的就是一点点要求 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这个大房子能不能买得下来啊 在六十年代 美国的海关 有一批被没收的自行车 那个时候叫脚踏车自行车 他决定拍卖 在拍卖会中 每一次叫价 总有一个十岁的男孩 他一伸手 人家问他多少五块钱出家 然后大家望上身 他就看着别人把自行车 从三十元到四十元的时候买走了 大家想想六十年代啊 三十美元四十美元买一辆自行车 拍卖休息的时候 这个拍卖员就问 为什么小朋友你不能出高一点的价呢 这个小男孩说 叔叔我没有钱 我只有五块 但是我非常想要有一辆自行车 拍卖会在继续当中 小男孩还是每一次第一个举手出五块钱 最后都被人家卖去了 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个小男孩了 等到最后一辆自行车的时候 这辆自行车车声如新 而且是多排档的 夜间还有闪光的装置 拍卖员说 有谁出嫁 有谁出嫁 问了 所有的人都不讲话 都希望小男孩说 举手出五块钱 结果没人举手 没人喊价 小男孩也不讲话 最后拍卖员主席说 这最后一辆车 卖给穿白球鞋的小男孩吧 会场鼓掌 这不是拍卖行啊 有没有搞丑啊 台长说 那是当时的会场鼓掌 小男孩拿出仅有的五块钱 感动着 带着灿烂的微笑的眼泪的眼睛 生命中 不完全是靠争斗得来的 胜过别人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争斗 压过别人 有时是一种坚持啊 不肯舍弃的人 就是一种决心 我们要感动众生 很多人去度人的时候 就不停的去度他 永不放弃 最后把家里人就度到了 所以要感动众生 我们虽然刚刚这个故事 看到了那么多 不愿出价的善良的人 都做了一些感动众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 要感动别人 别人会加持你啊 让你成正国 这就是佛 离不开众生的原因 你们都是菩萨的孩子 多多的去帮助别人吧 众生多少人需要帮助啊 有很多人跟台长说 如果这个最近刚刚死掉的 33岁的女歌星 她懂得心灵法门的话 她可能就不会走了 同样也是鲁腺癌复发 我们有一个佛友 就是复发了之后 他轮到佛法 许愿念经放生 很积极的 只有两个星期 癌症细胞指标 全部没有了 所以不要被外层所染 视为净啊 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被外面的环境所染 人家在自私 你也自私 人家做坏事 你也做坏事 你一定会被外层所染啊 就不干净了 所以你不为外物所动是净 外面不管怎么样 我已不变应万变 这叫安静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说 气既胜 大家记住了啊 这很重要的 一个人的气 不要太胜 就是不要太大 火气不能太大 中国中医经常说要调理 心既满 心不能觉得 什么都有了 牛都不得了 财记录 财记录 就是说我的财华和我的钱财不要露出来啊 想一想 印度尼西亚 很多的每一次的排华当中 都去抢那些有钱的人啊 华人啊 所以有些人真的有钱藏起来 外面还是破破烂烂的 他们那些人一看很穷嘛 不抢了 所以财啊 数英 不要漏 所以很多人在公众场合买单的时候 啪拿出来一叠 多少钱呢 刚刚出门 就被人家 啪一下抢走了 所以 大家记住 公正才会生出明白心 一个人很公正 这个人心一定是很明白的 明白吗 诚实 会生出朋友 这个人只要很诚实的对人家 朋友越来越多 嫉妒会生出恨 恨会生出恐惧 恶念 恶念会生出失误 会铸成人生大错 错就会生出悔恨 那个时候就要念 礼佛 大忏悔 咱们